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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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好 歡迎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那我有看到 有觀眾想要看看 矮人的對戰錄像 那我就 我就來打 直接線上對戰啦 然後我今天就用矮人 那基本上我為什麼不喜歡轉播矮人 是因為矮人玩起來其實 沒什麼變化啊 就那些 強勢打法就那幾種 然後玩起來也是很猥瑣 OK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進入正題 我們就來矮人 那我這邊選的是符文靈組 符文靈組現在就考慮 需要帶一些什麼樣的技能 那基本上符文靈組的好處是 他有不少的這個技能可以用 還有一些團隊的BUFF 護甲強度或者是 然後帶個組長 組長的話他在2代裡面有一個很OP的技能就是 他可以範圍綁住敵人不能移動 這個給矮人之後就 根本就超強 那我的符文靈組 就 符文鐵匠 就帶這個傷害技能就好 然後 我決定就先帶傷害技能就好 然後剩下就給這符文靈組去放 再來我們就準備 打帝國嘛 那我們用這個加龍炮 兩挺加龍炮對抗帝國 那因為我猜帝國有可能用火炮來做攻擊這樣 然後 柏格曼遊俠 矮人裡面最快的 單位 以矮人標準來講 他近戰能力跟遠程也蠻強的 然後前方我就用這個矮人勇士 因為帝國前排不怎麼的 不怎麼有威脅性 然後兩隊屠夫去擋對方的技兵 用個矮人勇士的精 OK 好 那就這樣子 好的那 接下來這邊選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跳到對戰了 這邊就不用等對手了 好的 讀取好了 那就是我們第一場的矮人對戰 那直接展示給各位看這個矮人 打起來大概什麼感覺 OK 他們來佈陣吧 訓解 那你有看到矮人標準 柏格曼遊俠 個人覺得也是還蠻帥的 而且 真的還蠻難慘的 他遠程跟近戰能力都很難 都算蠻高的 那我們把矮人勇士擺在前線 這沒有什麼疑問 那再來 稍微貼近前線之後 我們就 把屠夫靠後 屠夫靠後 喔 剛剛 剛剛按錯了 這一個矮人勇士 矮人勇士中間 然後 屠夫放左右兩側這樣 那符文靈組我們就放中間 呃 組長跟符文鐵匠 呃 放 就放在旁邊這樣 那加龍炮 就一樣放在這個中間的位置嘛 這沒什麼問題 然後開一下這個 閨幣 呃 怎麼 就不會追擊敵人這個 模式拿打開啦 不然火炮打一打 要是對方跑走了他會繼續追 對 不過跟我們有小放第二線 然後拉長陣線 然後 對手整個跪在身上 那沒關係 喔 有加龍炮 意料之內的事情 那我們兩艇加龍炮 要對抗帝國一艇加龍炮 而且對方的加龍炮 還是一般部隊的話 那其實輕而易舉 沒什麼好彈 跟矮人拼火 拼火炮 那看看誰才是真正的火炮老大 那很明顯你玩矮人的話 你就記得帶這種火炮單位 你就可以在原地等人家過來 因為對方不過來的話 基本上會被你射到重傷 那他也是這個意圖嗎 你可以看到他就帶著加龍炮 就跪在身上 可惜他帶的不夠多 對啊 沒打到他的火炮 那我們把這個屠夫拉到兩側 防守對方的祭兵喔 那對方也是直接就往前走了啦 我相信他應該也知道 那個火炮要輸了 哇 他也只能往前走了 那其實矮人真的就只能打被動陣勢啦 因為矮人沒有祭兵 腿又短 你不可能主動去衝擊人家 太吃虧了 你就是帶火炮 逼人家打你就好了 這就是矮人 我也不太喜歡玩矮人 也是這個原因 喔 打到了 喔 打到了 喔 還有點Lag 喔 還有點Lag 恩 原卡 那他前線要來了 然後他竟然把火香兵放在前線齁 我們繼續摧毀他們的加龍炮喔 我們繼續摧毀他們的加龍炮喔 如果要來我們伯格曼遊俠也不用客氣了喔 直接對他們火香兵開火 弓箭時候打火香兵就是優勢 射程跟殺傷力讓火香兵不可能站得住腳的 我們這邊就盡量射擊 那對方也是直接對我們開火 不過他打的是我們的矮人勇士 其實那不是什麼高價的目標 不是什麼高價目標 其實矮人勇士也才450而已 那對方左右兩側的機兵也有準備要繞喔 那他的步兵不知道為什麼還很後面 大概是操作的問題 那一個加龍炮打右邊一個加龍炮打左邊 你可以看到這殺傷力還是非常非常足夠的 而且對方的火香兵站成一個方陣型的話 我們射擊起來是更容易命中目標的 你看左右加龍炮有抓 他安排了一個血的陣型 就是 跟我們水平行之後 我們用加龍炮射他 是直接可以打掉一排忌兵的 那這要特別注意喔 你不要在加龍炮射線上排成一條 那你就是直接被貫存 死傷慘重 然後他因為在操作的關係 他的忌兵也是挺在兩側的 這明顯就是操作力不足 對方的火香兵已經退了啦 那我們把陣型集中 因為他只有四隊而已 我們不要閃那麼開 沒有開這個防禦模式 就會自己追了 接戰 然後組長上了 唉唷 結果他祭兵直接貼過來掏我屠夫阿 很奇怪阿 這是找死阿 放他一個憤怒符文 然後符文鐵匠我回打 那基本上這場對手有點 不知道在玩什麼 有點弱啦 但是你們可以看展示一下 就算看展示一下這個矮人基本套路 其實矮人就這麼打而已阿 並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 通常你玩矮人就是在原地等地方過來阿 用火炮去打 你當然是可以挑戰一些比較 極端的一些矮人戰術阿 就是例如我都不要帶火炮 然後用屠夫 跟矮人勇士或者是 其他打法去打 不過那個比較極端我就 不太喜歡阿 那種有點偷阿 我們這邊繞後就好了 繞後包圍 然後我們伯格曼遊俠 現在還是健康狀態非常良好阿 而且伯格曼遊俠是自己會回血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他 很容易崩潰 當沒有人打他 沒有人打他的時候 他其實會慢慢回血 其實也不用別人打他啦 就是他本來就會慢慢回血 好我們這邊再開一個增加 減少這個 增加傷害抗性 那帝國隊長 在後面發呆阿 我們繼續用加龍套打阿 那應該看到打到現在就是 矮人的遠程單位都保護得非常好阿 再讓矮一個空大 然後 然後 伯格曼遊俠在後面的輸出火力也非常足夠 他兩隊 這個 辦事救騎士直接 不知道為什麼要貼到我們 屠夫臉上 那我就 不客氣的送他回老家 那這場 基本上已經是穩超勝券了 我們就不用看了 我們就把這個殘局也結束就好了 勝利就在眼前了 然後我們三個伯格曼遊俠直接圍毆他們的帝國隊長 萬劍穿星 那右邊崩潰了 我們直接拉成 直接把陣線拉回來就好了 然後 他應該是沒什麼 有辦法贏的機會阿 我們還有 三個憤怒符文還沒有放 好的那這場 這場應該就差不多到這邊大局一定了 那或許你們會覺得說 這個癌人 好這場肯定是對手太弱了 也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下一場 好我們準備了兩場比賽 我們直接進下一場 OK那 第二場比賽 我繼續用癌人 這次對上古墓 換點新花招 好我們用白癌人 閃光彈 然後 然後 加士氣 我覺得癌人 根本不需要加士氣 癌人加士氣 真的有點飢餓 然後這個破甲傷害 跟降臨倒立 跟打這個 古墓王沒什麼用 我們不帶 就帶閃光彈跟這個 加體力的這個技能就好了 那我們這次帶兩個符文鐵匠 然後 一個帶傷害的這個憤怒符文 然後一個帶 傷害 抗性 然後還有護角 然後 放回buff 放回buff的加士氣我沒點 好那就帶兩隊 那這場 我們用看看別的 弩炮 拿弩炮 打看看對方的這個劇 收看有沒有什麼奇效 還是要加強炮 呃 弩炮 就弩炮 弩炮 我剛才比較一下他們的 戰鬥力差距 只多了一個隱蔽於森林 基本上你也不會把 弩炮放在森林 好那一樣 柏格曼遊俠 最近 不知道為什麼我常常在天梯看到這個柏格曼遊俠 我也來用用用看 然後 打 古墓的話 屠夫兩隊必備的 我覺得 基本上矮人屠夫就是殺手 你要打什麼都可以 我覺得他反部拼也不會多弱 重點是屠夫還反大型 然後我們帶這個 欸 雙錘的 雙錘矮人 雙手錘矮人 破甲 打這個古墓王的話 我們可以預期他會帶這個古墓守衛 我們就用破甲去打 我們還有1363點 碎鐵勇士要1200 很貴 好我們帶兩個 帶兩個長須武士就好了 長須戰士 劍兵 就斧 盾斧 那我們就有三隊破甲 加上弩炮 OK那我們今天這場就試試看用白矮人 對上這個古墓王的比賽 我們就直接 跳到這個戰鬥開始的部分 好第二場比賽 正式開始 然後一樣 佈陣 長須武士跟這個 雙手錘的長須武士我們就一樣 交錯放然後放前排 沒什麼差 然後再來就是 柏格曼遊俠第二線 老樣子 白矮人中間 然後 符文鐵匠兩側 再來就是屠夫 守住背後 然後 弩炮放最後一線 然後一樣開這個防禦模式 好開防禦模式 OK 那我們就等對手開始 這是最基本的矮人陣型就這樣擺 跟其他陣營其實也沒什麼差 符文鐵匠 然後 薄格曼遊俠 真的要說矮人其實 還是蠻帥的啦 可是就是因為他打法的問題 真的不太 不太常用 這個白矮人 單挑能力 矮人裡面也算是頂尖了吧 你可以看到他近戰攻擊有70 還帶魔法傷 OK 那對方古墓王 沒有巨獸 很明示 因為通常你打矮人 應該也知道巨獸會被克制 那沒關係 我們用弩炮去對付他們的這個 烏砂比特的巨攻 精英的這隻 剛剛好 剛剛好還是我們用的是弩炮 打這烏砂比特算是 有克制到他了 如果是加龍炮的話 射速會稍微慢一些 不過應該還是很強 老樣子我們就不攻擊 雖然他烏砂比特的巨攻 會在後面一直射擊 不過我們往前衝的話 會沒有人保護我們的後排 先不要太快離開 造成的還不錯的傷害 他的這個烏砂比特 還沒有造成太多戰攻之前 應該死了大概有兩隻三隻左右 屠夫我們在兩側展開 我看對方好像沒有用技兵單位 都是步兵 然後全部都是古墓守衛 跟我拆的是一樣的 他領主竟然是騎戰車 古墓王的戰車我一直覺得不太好用 主要是因為質量太輕 我覺得他可以再增加一點他的重量 質量太輕 衝進這個隊伍 衝進部隊裡面都拉不開 很麻煩 憤怒符文我們先衝破他們一隊 然後另外一隊我們一樣 右邊這邊 從損血的開始打 讓他趕快的可以直接崩潰 那 他沒有計兵單位的話 我們就打起來就好多了 然後 鋼鐵符文 我覺得不用 踩一隊而已 我們博格曼的後面繼續射擊 那對方領主進來我們就開一下這個技能 弩炮繼續射擊 你看到重錘對付他們的前線步兵簡直就是 切菜 完全切菜 那因為 破甲單位 這樣子我們用破甲的部隊 然後對抗對方的古墓守衛的話 那你完全是克制他的 而且古墓的前線其實相當弱 那他的烏砂比特算是比較大的威脅 但是他兩代兩隊巨攻 那我們的遠程部隊也不輸他 他 Longbeard 那他的 領主 跑進來打我們博格曼 那你在 你這邊可以看一下博格曼遊俠 他被 被衝進戰的時候 他也不會 說造成多大的殺傷 主要是他帶心理抗性 博格曼遊俠帶心理抗性之外 他的近戰能力 我記得兩攻防又三級 弩炮被打了 然後他又叫了這個烏砂比特 直接 直接這個召喚 那我們的博格曼遊俠 直接回頭射他們領主 然後我們的博格曼遊俠 直接回頭射他們領主 一個瓮中捉鱉 那右邊這邊兩隊圍毆 中間分一隊過來打幫忙領主 然後左邊兩隊長區戰士 就往對方烏砂比特前進 就是他的攻擊 然後 呃 憤怒符文 我們就丟他的烏砂比特 欸 喔 剛好我沒有看到他的這個 古墓巨蟹 那古墓巨蟹一開始不知道在什麼位置 我沒有看到這個 這時候古墓巨蟹才進場了 是不是有點晚 我剛剛真的沒有看到他欸 好 那憤怒符文我們就直接在丟中線那邊 然後我們的白海人直接打對方的死靈祭司 热勝热勝 死靈祭司不可能是白海人對手 好這邊在 這邊我們再開一個範圍buff下去 然後 古墓巨蟹其實 就造成不了太大殺傷了 好 不過剛好游俠持續的 點他們的領主 點爆 那 好應該就要贏了 好 中間 我們已經分了五個部隊 五個部隊已經有空險了 然後你看他 他的這個 古墓巨蟹打我們符文鐵這樣子 就也還好啦 不怎麼怕了 然後 他把領主拉回來救那個 已經太晚了 來看到矮人的 部隊就是 劍不可摧 然後該死 那個矮人的遠程火力又很強 好 那基本上這兩場我打的沒有很辛苦 確實 那也不要太苛責了 就是不要太挑了 因為 我真的要打到有人打矮人打得很強 我真的要排好幾場 那因為我自己個人時間沒那麼多 就直接示範兩場比賽齁 就差不多是這樣的感覺 那因為矮人其實玩起來勝率還蠻高的 這場應該是要贏 好 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如果你有 你喜歡矮人的玩家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樣的打法 我覺得 也不難上手啊 OK 那 今天就跟 各位帶來兩場這個矮人的比賽齁 那希望 各位喜歡用矮人的玩家們可以 學到一些 OK 那喜歡這個影片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集中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更多的 十三超速系列喔 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